回来了 快快快说了两个简短的话题 第一个就是德国现在为俄罗斯断供天然气做准备 他们就弄了一个系统出来 这个系统是怎样的呢? 就是你们要用气的人就可以投标 投标就是你价格高的话就可以买到天然气 会拍卖的 当然俄罗斯上个月就停止对保加利亚和波兰的天然气供应 当然现在也停了芬兰 大家都怕德国也可能没有气用 还有就是这个月底 就会是莫斯科他们要求用劳布 来付货币的最后通牒时间 芬兰那边其实很简单 因为芬兰那边就不肯用劳布去付钱 就说要用欧罗比 用欧罗比就没有气了 Gasprom他们那边 即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就说 没有了你没有气了 昨天已经没有了 当然德国联邦能源局 他们就想了一个方法 没有气就配给了 对不对 那哪些公司要先用天然气呢 他们现在的想法就是 对于一些不太重要的公司 他们认为 有些用户的天然气供应就会减到零 但是如果一间公司 它有特殊作用的 监管机构可能会令到他们 怎么也有气用 现在未明确制定了一个规矩出来的 他们当然想了一个方法就是 工业天然气配给有些标准 他们就会第一样看公司规模 那个行业是什么 还有潜在对德国的经济损失 另外就是 这个 德国工业特别 这个担心就是那些 能源密集型的工厂 现在是 等我看看刚才有个网友说 我计算错了 MK Chan说 自己的身家会比他们两个少 我的身家会比他们两个少 当然没有那么多 一定要先说 你不要当我有钱 以为我没有钱 另外就是 回来说 究竟什么是能源密集型的工厂 第一是做玻璃 玻璃要烧红了才可以吹吹吹的 另外就是钢铁厂 当然是用多能源 是肯定 还有食品药品制造和化工 德国都是这些最强的工业 其实这些最强的企业 全部都是要用大量的能源 玻璃钢铁之后 又会射到汽车那里 化工行业又会射到汽车那里 所以整体来说 整个工业系统 其实都是很依赖俄罗斯供应的能源 俄罗斯方面 当然是不急 不准就不准 不准我就断你气 但是俄罗斯可以打两手牌 你欧罗 不要紧了 照给欧罗 他也可以 因为欧罗是钱 俄罗斯方面是不怕的 如果德国没有气 他当然要去其他地方买气 现在这个情况是难搞的 以前很简单 俄罗斯气管 还建了一条北溪二号 大家应该紧密合作才是 但是当然有些事情 猜不到 这样打了乌克兰 美国佬和英国佬一直都在吹 说会打乌克兰 其实我认为德国也不相信会打的 其实德国和法国也不相信俄罗斯 会出兵去打乌克兰 结果现在他们两个地方 其实都是比较腾鸡一些的 你看到他们的领导人 德国工业联会 他们某程度上是支持一个拍卖系统 但是工业联会的问题就是 他们全部都是大公司 那些大公司就无所谓 但是德国其实不是只是大企业 德国是有些中小企 德国是有些中小企 德文叫Mittlestand 中小企 中小企严格来说 才是德国工业的量质 因为如果没有那些中小企 其实大厂什么都没有 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 中小企业为主 而且中小企业的人当然出来说 你这样拍卖天然气是不适合的 你拍卖天然气的话 会令到中小企业都收拾了 中小企业都收拾了 大企业都收拾了 是啊 那些大企业到最后 结果就买了中小企业 你想想吧 那当然了 究竟之后会怎样呢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要慢慢看 怎知道他会怎样 我只能说事实 其实很简单 你不要再制裁俄罗斯 就行了 我觉得废话 不制裁又不行 是啊 没办法 因为他们有保安方面的担忧 而且现在俄罗斯 你可以看到 它是要拖一场仗来打的 你是看得到的 好像没有所谓 因为那场仗越拖得长 天然气和石油的价钱 就继续高 因为它现在很发的 那我们会讲一下 其实俄罗斯在这个环境之下 它有多发 其实是发到不得了的 即是打仗 还可以坐在那里 坐耳待毙的 其实很少国家可以做得到 就是俄罗斯和美国都可以做到 当然美国就靠金融去找食 俄罗斯就不用 俄罗斯就更简单 令到那个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一高 接着呢 不知道是不是和美国夹底了 就夹你欧洲那些国家 你要制裁俄罗斯 那好吧 制裁俄罗斯 那又可以加一加那些东西 现在很难搞的就是 德国他们始终都是非常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 根本是撕不掉的 这个好像上了毒癮似的 所以现在有时间搞的了 那 德国当然可以用煤炭 如果他要回头 自己都有些煤炭的东西 但是他们的工业系统改变了很多 工业系统 工业体系用煤炭已经少过之前很多 因为之前整个欧洲都搞环保 如果要回去用煤炭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呢 德国在现在这个情况看起来 就不多有运行 所以很难搞的 好了 休息一会儿 那我们再说俄罗斯有几法 他真是法律法 法到飞起的 那我们一会儿说一下 普京有几法 就是俄罗斯有几法 对